母后 我并不是苛责于你 若你是平常人 我绝不横架干涉 可你是吗 你是东宫太子 一国储君 若没有子嗣 将来江山的重任谁来承担 母后 儿子现在还年轻 迟早会有子嗣的 您又何必如此心急啊 我不忍 也不屑于为难而息 可是天下人都在等着 看着盼着 大明未来继承人的出生 这样吧 东宫那些嫔妃 你若都不喜欢 那就再选 一直选到你满意为止 母后 他们都很好 儿子也没有什么不满意 他们是都好 可是没有一个你中意的呀 母后 你若再送人过来 儿臣一样会原样送回去 这件事 你就别费心了 儿臣告退 战机 这也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给我回来 兔子 这孩子 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若今日我不为难他们 若今日我不为难他们 他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只要有了子嗣 他们才能不再受世人的责难 才能真正地有一条活路 年难的一片苦心 殿下还未能体悟 那如今 又该怎么办呢 既然送去的人 他都不喜欢 那就挑一个他喜欢的 谢谢大家